可以一直唸 愉快的繪畫 勘載著許多大張的繪畫 還可以繼續跟他聊天嗎 對了 已經聊過一輪了 好了 可以出去了 IB已經可以出發了嗎 還沒 沒問題 OK 那麼 我們走吧 我們走吧 原來我們就在這休息喔 IB就是在這昏倒的 接著就把我們帶到房間裡 原來是這樣子 這裡有東西耶 有一個珠子 聽到什麼聲音啊 這裡 這裡不行走嗎 好啊 他叫我們走這裡 我看到那個有沒有 珠子上面有一個箭頭 門鎖住了 門上有一個偷盔孔 湊鏡看看 有偷盔孔 什麼也看不到 什麼也看不到 嚇唬誰啊 我本來都有被嚇的準備了 唉唷 入口被關起來了 入口櫃被關起來了 嗚呼 先調查一下 紅色的按鈕 按下按 嗚呼 又 紅色的開始動了 呃 不太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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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被關本獸啊 不太妙 不太妙 那個藍色的按鈕 按下去 按 嗚呼 叮 怎麼發生什麼事情 咦 再按一下這個 綠色的按鈕 按下去 噢 綠色的按鈕 應該要改成青色的按鈕吧 日誌 據說人類 頭已深刻思念的臥皮上 會有靈魂氣息 竟然如此 創作作品時 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吧 我時常那麼想 所以今天我也用 自己的靈魂分給他們的心情 買手於創作之中 騙人 只有這些 好歹也寫一些 關於出口的事情嘛 唉唷 我們走吧 Ib 我們走吧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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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那個欸 牛奶拼圖 Ib 你知道什麼是牛奶拼圖嗎 不知道 什麼是牛奶拼圖 顧名思義 就像是牛奶一樣 純白白色的拼圖喔 因為沒有圖案 所以比一般拼圖還困難呢 雖然聽說聰明的人馬上就能拼好了 但可是老實說 一點也 一點都不有趣啦 因為沒有圖案嘛 我以為這個就叫白色拼圖欸 原來你們叫做牛奶拼圖喔 就是因為用喜歡的圖案做成的拼圖 才有完成的價值嘛 嗯 很好的見解 很大 冰 那這裡欸 這個是什麼 月夜飄下的思念 真的在飄欸 好酷喔 飄下的思念 這裡有一個鏡子 這裡還有一個路口 鏡子 有一面鏡子 為什麼又要照鏡子呢 再照一次 沒事發生 沒事 那這個咧 這個可以過去嗎 可以 欸 怎麼樣啊 這個雕像把路擋住了 嗚呼 推開來了 喔 太好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以後 欸 門鎖開 打開了 喔 以後我們就可以這樣過來了是不是 不用在那邊繞了 有一條繩子從天花板上垂了下來 拉了絕對有問題嘛 拉 拉 我拉了 拉了有什麼事情 拉了 欸 這裡有東西欸 牆壁上不現出文字 在 展中 畫 畫 畫在地板上的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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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 的標題是 呃 這難道是暗號嗎 那個巨大 那個 是那幅掛著很大魚的畫吧 艾滴你有看過嗎 叫做什麼 好像叫做深海什麼的 嗯 還有一個字 對吧 艾滴你隨便講一個字吧 深海之 之 那個字我就看不懂 你還叫我唸 哈哈哈 知慧好不好 知慧會不會太直白了 嗯 應該不是這個名字 不然是什麼名字 嗯 深海 喂 隨便講一個字吧 深海之間 好像是 嗯 好像是 該怎麼說呢 感覺應該更加開闊的 一個 深海之士 哦 好啦好啦 深海之士 你有看過嗎 嗯 隨便講一個字吧 深海之士 深海之士啊 沒錯 就 就是那個 啊 艾滴 深海之士 你會念標題了嗎 那個 就念做深海之士喔 然後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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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之後咧 喂 呼呼呼 門鎖住了 欸 上面好像要輸入面板 好像可以輸入什麼東西喔 哦 深海之士喔 還可以半夜耶 這麼多字喔 半夜 哦 好多字喔 超多字的 哦 要輸入深海之士喔 哦 好多好多夜喔 有舞秋風嗎 可以輸入舞秋風嗎 可以輸入舞秋風嗎 好啦我們來找一下啦 海 我看到海了 海 海 海 沒有要深 我現在要找深 深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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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好累喔 如果這裡的話 就可以快轉了 我完全不想看 我完全不想看 有沒有 我現在根本就沒在找 沒有看 完全沒有看 看五次會有成就喔 好啦那我們去看五次啦 確定確定確定啦 跳出來啦 不能跳出來耶 欸 不能跳出來耶 翻葉啊 呃 真的只能慢慢找喔 沒有良心啦 深啦 找到了啦 深 翻葉 海 深海 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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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看到滋啊 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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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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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在這一面吧 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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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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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海之勢 深海漁船 深海 愛潛入一片藍藍深海 没有啊 没看到了 防晒灭一页 上一页 目前我一点都不想找耶 怎么办 一点都不想找 没看到 我都没看到 深海香肠 深海风 深海之鱼 深海之轻 深海之好 深海大好 深海 深海 深海秋风 有 应该有可以 有这些字 全 全声音 十 四色 在哪里 没看到啊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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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深海之星 深海之星 海的那一頁倒數 倒數第三行 第二個字 倒數第三行 第二個字 深海之手 第二個字 深海之音 深海之故 深海之事 找到了 確定 好了 開門了啦 想起不知名的響聲 我們繼續照鏡子啦 這邊鏡子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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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趣喔 好啦 不玩了啦 這幅畫是甚麼畫 絕別 這讓人不舒服的話呢 怎麼了 停電了嗎 等一下 怎麼這麼暗 甚麼都看不到啊 Ib 你在嗎 在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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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說謀 這是不是 這不是在嗎 你知道我在還問甚麼 真是 但是這還讓人傷腦筋啊 對了 對了 那是什麼都忘了 人家有帶打火精了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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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救我 不要啊 哎呀 好可怕 咦 我不想死 這是 這是什麼 別這樣 點點點 我對精神上來說 這實在太折磨人了 絕別 問號問號 我緩緩的 問號問號 用手指 在那美麗幼的 的 的 的他 這樣子 哎 Jerry Jerry把書和上了 Jerry為什麼 這種 這種東西等你長大以後再看吧 Jerry 你為什麼不翻譯 對啊 打火機 你的打火機也太神了吧 怎麼可以亮成這樣 這裡的女性 大家都很喜歡 花占卜 還有嗎 沒有 大家都很喜歡 花占卜 不要啊 已經改成不要了 別這樣 不要啊 怎麼 非常抱歉 親愛的客人 本管炎禁用火 懇切拜託你不要 攜帶火柴打火機 等 易燃品 萬一在 您在管念使用時 被工作人員發現的話 工作人員會怎樣 把你殺了是不是 有一面鏡子 欸 工作人員會怎樣 會狂暴化是不是 繩子被拉下來了 沒事欸 欸 噢噢噢噢 噢噢 工作人員會怎樣 腳步走到這裡欸 腳步走到這裡欸 呃 先存打 呃 存存存 我看鏡子啊 沒事 什麼事都沒有 哎呦 哇 欸 這是 這不是 不是什麼鬼怪的人喔 哇 呃 又出現了 等等 你沒事吧 咦 等 等一下 咦 難不成 你也是美術館內的人嗎 啊 果然 呦 又多一個人 人家叫Jerry 然後 那個 那邊 那個女孩叫D 點點點 我們 本來也是在美術館裡的 不知不覺 就迷失在這個 莫名其妙的地方 現在我們正在設法找尋出口 你該不會也是吧 我 我 我也是 一直在找 有沒有其他人在 想出去外面 所以 所以 我們一起吧 嗯 果然如此 可以的話 要不要一起行動呢 咦 女孩子一個人很危險的 這裡好像有很多 奇怪生物之類的東西喔 大家一起走吧 嗯 大家在一起 也可以互相打氣啊 嗯 嗯 嗯 一起走吧 嗯 就這麼決定了 你叫什麼名字 叫Merry 喔 Merry嗎 請多指教喔 Merry 嗯 Jerry也Merry 那麼 請多指教喔 請多指教 彼此彼此 彼此彼此 請多指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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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 Jerry也有拿玫瑰化嗎 嗯 拿著喔 是黃色的玫瑰 哎呀 真的耶 你們都要小心的拿著喔 不可以弄丟喔 交給別人也很危險 還有 咦 艾比是紅色的玫瑰 我是黃色的唷 雖然我喜歡 雖然我也喜歡黃色 但也喜歡粉紅色 還有藍色也是 聽人家說話 聽人家說話 咦 回去看18加的書 何必咧 繼續往 到底哪一邊才是正確的呢 什麼叫到底哪一邊才是正確的 這裡有路可以走嗎 為什麼要特別給我提醒這個 到底哪一邊才是正確的咧 這裡 喔 這裡有一個 忌妒之花 到底哪一邊才是正確 是指左邊還右邊的門 是不是 那我來先右邊的門鎖住了 所以就左邊的門吧 左邊的門 唉唷 這裡有兔子 紅色的眼睛 真是 無論這幅畫還是這個房間 為什麼都這麼噁心啊 咦 這樣嗎 我覺得很可愛啊 我覺得很可愛 咦 這東西 哪裡可愛啦 是這樣嗎 艾比你覺得呢 想摸摸它 小摸摸它 艾比你喜歡這種東西嗎 人家可沒有辦法 Jerry好奇怪喔 奇怪 的是你們吧 算了先不管這個 Jerry你好奇怪喔 Jerry 你好奇怪喔 這種地方還是趕快調查完出去吧 我總覺得待在這個房間 有一種被盯著看的感覺 讓人 冷靜不下來呢 Jerry你好奇怪喔 Jerry 去 新快 當精神太過疲累時 便會開始出現幻覺 最後 終究會完全崩毀吧 最糟糕的是 自己沒有辦法察覺 自己已經崩毀了